今天做一个适合一家人来吃的全家福套餐 准备排骨 鸡爪 鹌鹑蛋与豆腐 鸡爪这样改一下刀 用凉水冲洗干净以后 和排骨一起凉水下锅 放入料酒焯烫一下 开锅以后冲洗干净备用 锅中放油 放入葱姜蒜 桂皮 八角 香叶 干辣椒 炒出香味以后 放入鸡爪 排骨 翻炒均匀 放入料酒 生抽 老抽 蚝油 放入几粒冰糖 五香粉 盐 翻炒均匀 倒入开水 没过排骨 扣盖 炖至汤汁剩一半的时候 放入鸩纯蛋与豆腐 再次扣盖炖至 汤汁差不多的时候 放入鸡粉 翻拌均匀 撒入芝麻 葱花 美食完成 特别的好吃 喜欢吧 您就自己来试一下吧 您好 我是霞姐 也是您的和菜谱 喜欢我的视频就关注我吧 下一个视频更精彩